因應元宵節將至,為了促進靈明清一 草屯鎮新風社區在元宵節前 指導長輩來製作燈籠 更舉辦提燈籠、繞唇莊的活動 讓據典的阿公阿嬤們及參與的大小朋友 開心歡喜地感受元宵提燈樂 現在社會的變遷 等於一些傳統的習俗慢慢都淡忘了 我們也希望藉這個活動 恭喜大家的回憶 也是一方面也傳承給這些新的一代小朋友 這些能夠了解 這是我們這個活動最主要的目的 感謝我們社區所有的民眾熱烈的參與 能夠順利完成這個文化傳承的一個活動 透過志工的指導 社區長輩們拿著自己親手製作的燈籠參與活動 不但讓社區的小朋友體驗元宵節的傳統之外 長輩們也能夠重拾兒時體等種的樂趣 我們已經來第二次了吧 因為這樣才有過年的氣氛 過了很多次 當然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來參加 然後順便帶動社區的氣氛 對呀 熱熱鬧鬧 所以大家新年快樂 元宵快樂 仙元唐曉芬表示 在採接的過程中 不只能夠鄰居社區 相信利己活絡情感 也讓小朋友知道傳統文化 期待未來能夠持續的舉辦 讓社區更加熱鬧 在我們的社區來做一個社區提花燈的一個巡禮 那這個活動我們已經連續好幾年了 那希望說藉由提花燈 那在我們的社區做一個巡禮 那喚起說大家在小時候的一個記憶 也是非常好的一個活動 那也有非常好的一個傳承一個活動的一個做法 元宵節之前也算是一個小過年 那在這裡也希望藉由這個活動 祝福我們所有的長輩 那元宵節快樂 在年節氣氛越來越淡的現代 社區帶領長輩及民眾們一起提登龍彩街 讓人感受到濃濃的年味 長者也能夠鍛鍊體力和教程 親子參與和樂融融 讓大家一起度過不一樣的元宵節 元宵節快樂 記者黃立文草團鎮採訪報導